中共外交部紧急召见美大使要求撤华为CFO孟晚舟逮捕令,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资料照片 中共外交部12月9日星期天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要求加拿大拘押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提出强烈抗议强烈敦促美国立即撤逮捕令 中共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召见布兰斯塔德大使时,指责美国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性质极其恶劣 他还说中国强烈,敦促美方,务必高度重视中国的立场,要求美国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中国公民的逮捕令 两天来,中国在孟晚舟被捕一室,上的反应似乎见味更加强硬 中国前一天还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此外官方媒体星期天也拔高了调门暗示中国不会就此罢休 此外官方媒体星期天也拔高了调门暗示中国公民的邮番离